支持国产的口号我们也喊了这么些年了 国产确实也出来了一批不输 甚至是超越盒子的车型 就拿15万的SUV来说 你像奇瑞的瑞虎8系列 然后长安的CS75系列 还有哈佛的H6系列 都是可以闭着眼睛买的车型 一个一个都很强 但是在他们中间要怎么选 那今天我们手里正好有一台奇瑞的瑞虎8 像长安的第二代CS75 PLUS还有哈佛的H6S 不久之前我们才拍过 那我们今天就拿它和另外两辆做一个对比 今天我们要比三辆车都是2.0T的发动机 首先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参数 那瑞虎8 Pro它的发动机参数是254马力 是三辆车当中最高的 换到H6S那套它是211马力 然后扭矩是325牛米 其实参数不算突出 但是H6的大名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靠谱 所以这也是一套特别容易让人信任的重力 长安 它的优势可能就在于8AT的搭载 综上所述 瑞虎8它还是参数最突出 开起来也应该是最猛的 其实这也是意料中式 毕竟奇卷这么多年 把那么多的技能点都花在了发动机上 那具体什么感觉 开起来看 在瑞虎8 Pro的两款动力配置当中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那个1.6T 其实那款发动机当时就已经被灌上了各种的称号 就国产最强了 什么这些称号都是用户加给它的 就是开过这辆车的人加给它的 甚至包括我们很多业内的同行都说这个1.6T已经足够了 齐瑞的工程师他还是把这台2.0T放进去 最后瑞虎8 Pro开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畅快 它不光是动力猛 还需要说踩下油门之后 动力就没有迟缓的就到来了 一段急加速 然后走 然后过来来一脚重重的刹车 来一脚重重的刹车 你看转速明显已经掉下去了 但是你重新把脚放回油门上 你看动力还是马上就回来了 没有任何的迟缓 这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协同 它之间的匹配做的好 带来的好处了 它在保守和激进 在舒适和运动之间拿捏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套动力总成 你开起来 瑞虎8 Pro无懈可及 除了动力之外 瑞虎8 Pro还有一个关于驾驶的 而且是同一期独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地平线远征三代的自动驾驶 所以我们来看看 瑞虎8 Pro搭载这颗芯片 到底它的驾驶辅度能做到什么地步 那首先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功能 方向盘左边我们打开这个模式之后 你会发现除了一个ACC的一个自行巡航功能 也就是可以帮你控制速度 然后前车刹车的一个功能之外 它还有一个车道揪偏和保持 包括它把T高A的拥堵驾驶辅助 也加入到了这套系统里面 所以你基本上打开这个模式 然后调一个速度自行巡航系统 基本上就是一个半头管的状态了 而且它是可以兼顾到城市驾驶 不光是高速上可以用 你会发现在扎道 或者说一些比较大角度的一些弯 你是不需要重新接管方向盘的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高速可以用 城市也可以用了 所以瑞虎8搭载了这颗芯片之后 加上它跟它的硬件的一些匹配 在同级别的驾驶辅助里 也算是相当好用的一套了 CX75 Plus也拥有399米的扭矩 它和瑞虎8 Pro都拥有很大的扭矩 在和变速箱的匹配上 大扭矩的发动机就很容易做得非常顺滑 它的长处是采用了爱信8AT的变速箱 所以液力变体器能起到一个储存扭矩的作用 所以它在一二档之间的动力衔接 会比瑞虎8 Pro来得更丝滑一些 短处是扭矩平台太窄 1900到3300才是最大扭矩的区间 再加上AT的反应速度也不如双离合 中速 高速 中高速的动力响应速度 都不如瑞虎8 Pro来得更快 它和H6S配的也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但是参数上比其他两家弱一些 H6S的长处在油门之外的地方上 作为H6的运动版本 整体驾驶感受都在往更紧致 更战斗的感觉上 无论是动力和操控的调教 都会朝着更敏感更激进的方向去做 一台4米7乘1米9的大车 但是开起来就感觉很明强很紧致 三辆车开起来都是很棒的驾驶感受 就是性格上有所不同 你看H6S它可能就比较适合年轻人 它开起来是那种灵活紧致运动的感觉 但是就是少了点从容舒适 开久了容易会有些累 第二代长安CS75 Plus开起来更顺 然后驾驶风格偏保守一些的车主 开它可能会比较舒服 瑞虎8它就很复杂 它如果说同时具备两家的优点 这个话可能有点大了 但是它避开了两家的短处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你看它动力畅快 然后响应又非常的顺滑 中后段动力储备非常足 也很容易爆发出来 方向盘的这个中心位 还有转向笔都调教的更舒适 所以适合它的用户场景和使用场景 包括用户群体都是面更大的更多的 四驱系统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 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它们四驱系统的情况 那哈佛H6对于四驱系统的供应商是汉德 长安CS75 Plus是伯格华纳 瑞虎8 Pro它会推出一个 跟奇瑞和财富联合打造的一个Cherry AWD 就是有六种驾驶模式的一个四驱模式 相比于简单的扭矩分配 这套四驱系统可以让瑞虎8 Pro的后轴 获得最大扭矩3000牛米 就是爬坡脱困会很强 国产不光说在合资车里找不到对手 甚至说纯进口车都没几辆能打的 所以这三辆车啊 谁也无法对谁形成那种碾压级的优势 只是说在某种某一个配置上啊 谁卷的更快一些 或者说谁的设计 谁体验做的更好一些 那瑞虎8这辆车我们之前呢 一想起它来就是说发动机做的好 发动机做的好 但是你看现在瑞虎8 Pro啊 它对智能板块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 所以呢现在它的这个智能座舱在同级 也要算是一线的水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 什么是同级独有的配置啊 别人没有的 首先我们来数一下屏幕啊 奇瑞首发了24.6寸环宇星云沉静环绕屏 而且进行了曲面设计 面前呢有一块WHUD星际飞行式平式显示屏 瑞虎8 Pro配备了一个行业全面领先的 AI情感超级交互系统 副驾呢就是瑞虎8上最有特色 而且是独有的一个配置啊 它配备了一个女皇座驾 这个女皇座驾配备一个电动可调节的腿托 而且配备了按摩功能 其他像主驾配备的通风加热功能呢 长安和哈佛都只有加热 没有通风的功能 然后就是奇瑞首发的星河环绕氛围灯组 也是同级最具科技感的氛围内灯组 然后就是它的音响方面 它在音响上用了10个扬声器的速音音响 如果去对比其他两辆车的话 长程是9扬声器长安是8个年 瑞虎8pro呢 它的尺寸在三辆车中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是它的内部空间确实要比在车外看起来更大 前面是我开过的位置 腿部空间大家自己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的后排角度很合适 再加上它的车高是三辆车里最高的 所以它的头部空间和腿部空间 都保证在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水平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坐垫够长 即使你在长途乘坐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很舒适 它还有一个同级独有的 就是它可以花一些钱 然后在后排选择一个pad的配置 然后通过这个pad呢 你可以实现一些车控的功能 包括一些多媒体的功能 参与到对整车的控制上来 同时呢 瑞虎8还提供了一个7座的选择 像这样打开就是7座 放倒就是5座 第二代长安赛子75plus 腿部空间三拳 头部空间一拳 同级主流水平 哈佛H6S轴距最长 但并没有做出 比其他两台更好的空间表现 也保持在主流水平 有点是够宽 坐三个人会比较舒服 那在外观方面呢 第二代长安CS75plus 它的设计是最激进的 中网面积超大 样式最新奇 配备了贯穿式的头灯 车身侧面的线条最复杂 尾部四处排气 后唇的样式呢 也很夸张 轮毂轮胎配比为 225 55 R19 轮胎在同级别稍窄一些 不利于运动 有利于NVH 曾经的H6设计是最保守的 那H6S配备了大溜背之后呢 开始让这辆车有了些活力 但前脸呢 还是趋向于保守 前后的协调性 可能会有一些争议 轮毂轮胎配比为 235 55 R19 主流水平 瑞虎8 Pro呢 也配备了X型的格衫 侧面线条看起来是最舒服的 尾部贯穿式尾灯 不会过于滑中取宠 但能保证 几年内都不会过时 赢在协调圆满 轮毂轮胎配比为235 50 R19 拍臂更贬一些 有利于操控 但是控制在安全耐用的范围内 这三款优秀的产品 它不光证明了 中国人的汽车工业 可以在弯道超车 它在直路上 一样可以超过去 你看这三台车 基本上已经统治了 20万以下的SUV市场 假以时日 国产车还可以走得更高 你看今天买国产 不光是说可以去喊 支持国产的口号 你还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价值 三辆车里头 你如果硬让我要去选一辆的话 那我觉得在2022年 至少在2022年 瑞虎8 Pro是三辆车里最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